主席会不会觉得很冤枉 民众党主席前台北市长柯文哲 疑似涉入金华城荣基案 31日凌晨被送往北检复讯 不过他不愿接受漏夜询问 想自行离开侦察庭 当庭遭北检检察官逮捕 并在31日晚间6点多 遭到检察官生压禁件 程序要正义 程序要正义 司法要分平 司法要分平 柯文哲遭生压禁件 媒体人黄阳明表示 由于过去民众党曾树立 前桃源市党部发言人马志威 在收押后急遭开除 这回柯文哲被检方声压禁件 若法院裁决积压 民众党接下来面临 要不要开除党籍的难题 但现在全党挺一人的模式 看起来就算柯文哲 真的碰到最难看的局面 全党也会挺到底 东西新闻综合报导